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十九章 奶酪岛 上回讲到我被福尔干扔进一口深井 然后飘到海上 接下来 我就给你们讲讲我在海里经历的故事吧 话说当我发现自己飘在海里时 心里拔凉拔凉的 而周围的气温也和我的心情一样 冰凉刺骨 我边游边到处张望着 希望能找到一块陆地 或是遇到一条船什么的 很可惜 在好长的时间里 我的周围除了海水还是海水 连一只鸟都没有看到 直到当我觉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才发现前方有一块巨大的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正向着我这边飘过来 等我游进了一看 原来是一座漂浮着的冰山 这时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游泳了 只好爬上冰山歇一下 就这样 我被冰山带着在海上飘啊飘啊 不知道要飘去哪个方向 也不知道何时能看到陆地 而我的心情也沮丧极了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 我才看见一艘远远驶来的海船 我不禁跳起来 大声向海船上的人求救 当船渐渐靠近的时候 我实在等不及了 镜子跳入大海并游到船边 然后被船员们拖上了甲板 原来这是一艘荷兰商船 好在我懂荷兰话 这使得我能顺利地和他们交谈 从他们口中我得知 这里是南太平洋 哦 这么说 我是从埃特纳山掉下来后 就直接穿过了地球的中心 落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的南太平洋 哈哈 不知不觉中就横穿了整个地球 估计世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吧 这帮船员非常友善 他们不仅给我提供了温热的食物 还给我安排了一张舒适的床 晚上闲暇的时候 船员们习惯聚在一起聊天 这样可以稍微排遣些深处大海的寂寞 而我刚刚加入这个集体 自然很愿意把我之前的各种奇遇讲给他们听 可是很不幸 这些船员们竟然认为我是在吹牛 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这让我十分生气 因为在我看来 这就是对我的侮辱 可是能怎么办呢 总不能为了表达我的不满而对他们破口大骂吧 更何况 是他们救了我 而且还对我挺不错 这样的情况下 我实在不适合跟他们斤斤计较 我上船之后的第四天 海上突然刮起了飓风 这场风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不仅毁了船帆 还把桅杆吹断了 当桅杆倒下的时候 恰巧砸到了驾驶室 把锣盘和舵盘砸得稀巴烂 这下 所有人都傻眼了 因为这意味着在没有修好驾驶室之前 我们无法再驾驭这条船了 而要想修好驾驶室就非得靠岸 然后找些材料和设备来重新安上 可是 面对这样一条不是我们控制的船 靠岸一室就更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了 这也就意味着 自此之后 我们只能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泊 等船自己被海浪推上海岸 这下 所有人都沮丧极了 可是 没有罗盘判断方向 没有舵盘控制方向 大家除了这样随波逐流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知道飓风是什么时候平息的 因为大家的心情都太过沮丧 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上面 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船已经跟着海浪飘了很久了 不过 我们也陡然发现 周围的事物和之前的完全不同 首先 是鼻子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甜味 接着 发现大海的颜色也不是以往的蔚蓝色 而是泛着像牛奶一样的白光 当大家正为这些而诧异的时候 更大的惊喜出现了 原来 船的前方出现了一片开阔的陆地 这可是大家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啊 好在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 船直接就在陆地边搁浅了 而我们也得以平安上岸 当我们下船的时候 大家惊讶地发现 这些白色的海水竟然是味道鲜美的牛奶 于是 每个人都弯下腰痛快地喝了起来 直到肚子再也装不下了 才慢慢走上岸 接下来 一个水手的话让我们有了更为惊讶的发现 这个水手天生不喜欢奶酪 所以 当他一踏上陆地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连忙要求同伴快把嵌在他鞋底的奶酪抠掉 大家听完他的话再仔细一看 嘿 鞋底上果然沾着厚厚的奶酪呢 而且 大家很快就发现 我们脚下的这个岛屿竟然是奶酪做的 不 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奶酪岛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更多神奇的事情 比如 岛上的大多数居民就靠脚下的奶酪活着 不过 这里的奶酪是不会被吃完的 因为第二天 奶酪又会重新长出来 岛上还有很多葡萄藤 杰出的葡萄里竟然装着牛奶 岛上还长有稻骨 骨碎的样子就像蘑菇一样 而且下面还藏着热乎乎的面包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完全不用抹粉 揉面 烘烤之类的步骤 这里的居民个子都很高大 但是长了三条腿和一只胳膊 他们还可以在海面上自由行走 就像中国功夫里的轻功一样飘逸 所以 他们根本不需要船只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们在奶酪岛上到处溜达 接着 又发现了许多接着甜饼干的大树 还发现了七条牛奶盒和两条啤酒盒 在走了很远之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鸟巢 里面有几只巨大的鸟蛋 大家吃了太多的牛奶和奶酪 现在都想换换口味 于是 连忙从里面爆出一个蛋来 可是 好不容易弄破蛋壳后 里面却直接蹦出一个巨大的雏鸟来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多看两眼呢 一只巨大的鸟就从天上飞了下来 吓得大家四处乱逃 估计这就是雏鸟的妈妈吧 船长靠得最近 而她的动作又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 被鸟妈妈的利爪给抓住了 然后 被提到了和云彩一样高的空中 等到鸟妈妈觉得高度合适了 就猛地松开爪子 倒霉的船长就这样被扔到大海里了 好在船长很擅长游泳 所以 不多久 她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到处游览了一番后 我们找了些材料 把船修缮了一下 就重新乘船出发了 这可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呢 要知道 奶酪虽然好吃 可是 一直吃下去也是会腻的 所以 现在大家都非常想离开这里 当我们的船渐渐远离这个神奇的奶酪岛时 又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 岛上的树木竟然纷纷弯下腰来向我们致敬 以示告别 这场面让船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既惊讶又感动 不过 感动归感动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必须离开 因为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乡 看 人就是这么重感情 不管走到哪里 身处多么美丽 多么有趣的地方 心里还是对家乡念念不忘的 我想 这就是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要高级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现在也很想念家乡了 请允许我把剩下的时间留给自己 让我好好重温下家乡的人和事 到明天的时候 我就又可以给你们讲故事了